结合原香的野菜 希望能够教导民众吃出健康 高雄福华民品享生活厨艺教室 日前特别邀请知名型男主厨 同时也是原名美食厨艺专家谢炳翰老师 带领一旦观光餐理学院原住民专班学生现场示范 五彩琉璃虾 原香野味素鲜松 野味卤牛腱 原香八宝中 江东香豆腐五道料理 有些人现在都在养生 都是吃一些比较健康养生的料理 所以我设计了一道就是 只融入了我们的野菜跟海菜 还有树豆跟我们的综合坚果 去搭配的一个综合野菜 做一个全树的一个料理 那里面也有两道的话 就是我们的野味的 就是今天要示范的一个苦境甘来 里面就是山苦瓜 凤梨豆酱 然后简单的酱油跟一些糖 做调味的一个简单的 我们的汤品 那另外一道就是我今天的主题 就是咪咪饭 它其实叫咪咪饭 因为原住民早期就是阿美族 他们手抓的意思叫绵咪 饭叫哈哈 那我取他的谐音叫绵咪 咪咪饭 咪咪饭就是手抓饭 那早期就是猎人 去山上打猎的时候 带到那个身上啊 就是当猎人饭包食用 我们有海里的蔬菜可以用 跟我们山上跟田里面的野菜都可以食用 所以我运用这些蔬菜类的一些食材 来做融入料理 去做一个野菜的原住民野菜的一个推广 它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薛炳汉不仅是推广原民料理大厨 将原民特有的赤葱、马糕、枸杞叶、芝麻叶等野菜 列入食材清单中 将原住民传统食材融入精致餐饮中 他希望推广原民料理 让学员了解菜设备后的原民文化内涵 同时也带领原住民学院观光餐旅序学生为国争光 让原民文化在国际舞台继续发光 史方新闻黄慧如黄凯杰高雄采访报道